令基本电学代为您定律解题五大步骤 如图所示电路,示求代为您等效电路 好,今天我们介绍代为您定律 它就是一个科学家发现的特性 它的目的就是简化复杂的直流网络 那我们在电路里面很容易有复杂的直流电路 比如说像这个,这看起来很复杂 那任何复杂的直流电路 那它会接上一个代测的电阻RL 那它从上面的电流 RL,流过RL电流,RL 流过在RL上面的电压,VL 那测这个电阻上面的电阻电压电流 然后呢,这么复杂的电路 那根据代理电路 它可以把它划成标准的电路 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压把它串在一起 一个电阻,一个电阻,一个电压把它串在一起 可以接错吗?可以 好,那这个电阻要怎么处理 把它写下来,化简了之后,化简了之后,把这个电阻把它写下来 请问有没有上面的点跟下面的点 有没有,来,这边有两个点 有两个点,然后你化简的时候,记得要写A点跟B点 你这个没有写的话,很容易出错 然后呢,把这个电阻把它拉下来 大一点电率,就是简化复杂的资料网路 把复杂的资料网路变成标准的电路 电压跟电阻的串联 这样可以吗? 好,那像这个,像这个,像这个图 白色的,有没有是 白色的,这边有没有是一个复杂的资料网路 好,蛮复杂的 好,有没有接一个电阻 有哦 那这电阻是我们要算的呢? 对 好,那我可不可以用很多其他方法来算? 可以 可不可以硬算? 可以 能不能用那个什么,节点电压板? 可以 能不能用回路定律? 可以 能不能用重点? 可以 都可以 那可不可以用大二零? 可以 那这个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 只不过说你要看什么时候适合用 什么时候不适合用 这样可以接受吗? 来,接下来 我们讲大二零电路之前 这个电路我们有没有办法算? 可以 来,12欧亩电流多少? 12欧亩电压多少? 我们今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方法来算 可不可以? 可以 来,12欧亩电压 来,所以12欧亩电压 22 22分3 所以22分3 多少? 来,公式 上面 22 乘3 下面呢? 22 加3 上面 25分多少? 66 等于100分多少? 254 254 好,这两个在干嘛? 在 约3 没有,这两个在串 干嘛? 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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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八六と四 那所以 总电流呢? 是等于9伏特 除以 100分之八六四 对吧 那是要再分流 分到10欧亩上面吧 那10欧亩上面电锂怎么算? 812歐姆 怎么算 这种电流 乘一种 R1 加R2 分支 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所以别人是多少 R2 所以直接写了 IL的多少 9福特 除以 1百分之8六四 再乘一多少 R1加R2 R1加R2 3加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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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 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所以别人的是多少 43 我们都把它算出来了 算一下 9乘以 8六四 分之100 再乘以 25分之3 约分 25分100约 4 3跟8六四约 2 8 8 8 3 3 2 2 8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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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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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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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所以這邊呢,11V-9加多少?22V加多少?3V等於0 好,這邊呢,11V-99加22V加3V等於0 來,多少?11加22V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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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V-1等於多少?99V-1 的 establish×99 beisePar Sunday 好,這邊算出來電壓了,那我的能不能算12ohm的電流,所以14ohm電有怎麼算是等於 九十九除以三十六 福探 除以下面多少 十二 十二而已嗎 有幾個定組 二十二 除以二十二 所以把它算出來 好來 所以九十九除以三十六 乘以幾分幾 二十二分之一 二十二分之一 YES 所以月一下 九分三十四 所以是 四 月一下這邊變十一嘛 月一下這邊變九 四分之一 有九再跟三十六約 四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邊是二啦 寫錯了 我想說我怎麼算錯了 所以出來咧 八分之一 所以我能不能用印算的算出電流 可以 能不能用解體電腦法來算電流 可以 能不能用回路電流來算電流 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 用什麼方法來算 都可以 等一下我們的方法來算 大約人方法 算出來也應該是幾安倍 大約人 幾安倍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所以不管用什麼方法算 大家都應該會 八分之一 是不是要一樣的 好先寫起來 好 接著 我們要用這一題來算 我們的大約人 然後大約人有一些步驟 可以嗎 第一個步驟它先幹嘛 找出AB兩點 找出AB兩點 請問一下 這邊白色的 是不是很複雜的直流網路 對 那我們就把我的代測的電阻 我需要量測電阻的兩邊 把他飆什麼東西上去 A點 把他飆什麼上去 A點跟B點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A點跟B點飆上去之後 第二步要幹嘛 後檔 結合 沒有啦 第二個要幹嘛 分開 誰跟誰分開 複雜的電路 複雜的電路 跟我的代測的電阻 兩個要把它分開 可以嗎 所以把複雜電路重劃一次 這邊是九幅套 然後再來六歐姆 然後這邊呢 三歐姆 再來 十歐姆 一樣 A跟B把它飆上去 上面是誰 上面是A 下面是誰 B 後面接上去的是誰呢 RL 幾歐姆 十二歐姆 十二歐姆 還是A跟B 所以等一下 A跟B要在同樣的接回去 第二步完成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接著 我們有沒有完成分開的動作了 有 那下一步要幹嘛 再要什麼 再把它合起來 沒有合起來最後面的 中間還有兩步 來 第三步成 招手 RTH RTH RTH就會等於什麼 RAB RAB 把它寫上去 RTH就會等於RAB 好 那 這時候 我的電壓源要做什麼事情 上次在重點電流有講過了 電壓源要做 短路 電流源要 開路 所以這邊寫 電壓源 短路 電流源 開路 很好 然後 接著 塗重畫 哪邊塗重畫 複雜的 直流網路 還是 代測的電阻 塗重畫 塗重畫 畫寫錯了 好 是複雜的直流網路這邊要塗重畫 還是 代測的電阻這邊塗重畫 複雜的 因此呢 把電阻 畫下來 6Ω 3Ω 跟10Ω 好 來 AB要不要飄上去 要 要 AB要飄上去 接著 電壓源 回到 電壓源 短路 電流源 開路 再次 電壓源 電流源 所以 9Ω 到底是電壓源還是電流源 電壓源 所以電壓源這一個段落 應該要做什麼處理 短路 哪裡 哪一個 短路還開路 上面 所以短路還開路 短路 所以要 整個把它 連起來 就短路了 可以接受嗎 可不可以 那請問這時候 AB 我能不能找電阻出來 可以 所以 AB 就等RTH 所以 這樣子看進去 AB等多少 來 63 病 再跟詞 所以63病 好來 6病3 多少 2 2再加10 12 所以我的RTH RTH等什麼 AB RTH等RAB 能不能找出來 可以 幾號目 十號目 什麼問題 休息 我們剛才是已經把RTH 算出來了 下一步要幹嘛 找VTH VTH VTH 把複雜的電路重劃一次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要找電壓 所以電壓跟電流 要不要做開路跟短路的處理 不用 全部要劃上去 把複雜的電路全部劃上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 這時候呢 AV重不重要 AV重不重要 要不要標上去 所以 AV把它標上去 那我的VTH 就等於什麼 從哪裡看到哪裡的電壓 所以是VAB VTH就等什麼 VAB 可以嗎 好那觀察一下 現在 黑板上 這個圖 能不能找AV兩點電壓出來 可以 怎麼看 請問一下 我就想辦法 想方設法 用任何的手段 用任何的方法 就找出這兩點的電壓 可以嗎 可以 我們可以用串變點方法 那個歪三角啊 然後什麼 節點電壓法 回路電壓法 反正想辦法 找出AV兩點電壓就可以了 有沒有聽 沒有 好那觀察這個圖 請問 哪邊才有回路 哪邊是沒回路的 左邊有沒有回路 有 10歐姆有沒有回路 沒有 因為這邊是打開的 所以 10歐姆會不會有電流 不會 所以 10歐姆是不是可以把它拿走 不會 可以吧 可以 那我把它拿走 拿走之後 A點就跑到來去了 是這邊 對 啊 B點耶 把它縮進來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這樣看起來 有沒有比較好 因為 觀察我的電壓 有 因此 VAB怎麼算 能不能算 可以 就是誰上面的電壓 是上方府上面的電壓 所以 我可以用很多種方法算了 能不能先算出總電流 可以 再算出電流上流過的電阻電壓 可不可以 可以 阿可不可以算 我的那個 直接分壓 行嗎 我們一個一個人 第一個 VAB 叫做V3歐姆 是吧 所以 總電流多少 總電流 9不大屬於幾歐姆 9不大 總電流多少 6.3 8 6.3 9 9歐姆 所以總電流多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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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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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以看到V點是幾乎乎 正3乎乎乎 所以我能不能用這種方法算 或者我能不能用分壓的方法 所以V3歐姆 這等於9乎乎乎乎 9歐姆加9歐姆 6歐姆加3歐姆 6歐姆加3歐姆 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自己的,所以幾歐姆 3歐姆 所以出來多少 3 兩種方法是不是都可以算我的 SALOM的電壓 是吧 啊有沒有其他方法 啊我可以用節點 可以啊沒有不行啊 我這邊能不能測V 我這邊能不能測定 啊我V對定 是不是算出來就是我的電壓 就我A對V的電壓 我們可不可以練方一次 來練 怎麼練 V減9 除以6歐姆 加 V除以3 等於0 因為只有兩條字路嘛 合理吧 所以兩邊同時撐 6 V減9加2V等於0 3V等於9 V等於多少 3 所以你看一下 我現在用幾個方法 來算我的VAB 2個喔 一個是用先算總電流嘛 再算電壓 第二個呢 直接用分壓嘛 串點分壓 第三個呢 用節點 所以想辦法找出 VAB就可以了 有問題 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行嗎 不重要 好來切一下 來請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把VTH找出來了 有 VTH得什麼 VAB 等於幾伏特 三伏特 好 這個 也找出來了 所以下一步 要幹嘛 合起來 那 合起來 請問一下 我這時候 複雜的資料網路 有沒有 簡化成標準電路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沒有找出RTH 有 所以我RTH 畫出來 RTH幾歐姆 RTH 12 12歐姆 RTH VTH幾歐姆 三伏特 三伏特 注意 這邊很重要 很多同學搞困 上面是ASB 我們是有兩點 是A跟B 我們是把複雜的 複雜的資料網路 變成標準電路 有A點到B點 那請問 現在RTH A點到B點是幾歐姆 三伏特 所以應該是正在上面 正在下面 正在下 很好 所以這時候正在上面 那有沒有可能算出來 我的電壓是負的 那這時候正在上面 下面 下面 好 再來 合起來之後 我的標準電路有沒有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最後一個動作 把誰放回去 把我的代測電阻放回去 可以嗎 可以 所以把我代測電阻放回去 所以幾歐姆放回去 十歐姆放回去 十歐姆放回去 所以我能不能算 這個IL IL怎麼算 是 V IL 是等於 我的總電壓 吹轉 總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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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總電阻 幾個 兩個 所以 12 加 12 是吧 對吧 對 所以合起來 算出來就多少 二十四分之三 就等於八分之一 跟我剛才算的 也不一樣 一樣 所以 代為零 它也是一種解題的方法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有沒有一定要用代為零 沒有 不一定 很多種方法都可以 是嗎 有的時候代為零好算 有的時候節點好算 有的時候 重點好算 有的時候回路好算 那這時候你要決定說 你要用哪一個 你要怎麼決定 每個都用 每個都用 那你每次都算 大家都一樣 瘋了喔 隨便弄一個 隨便弄一個 那 怎麼才是最好的 最佳節 節的方法 應該要用哪一種 節點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節點 左右偷看法 這時候就要透過 你大量的做題目 你就會比較知道說 這種提起 大概用什麼方法 這樣可以嗎 所以 做題目做不重要 重要 重要喔 來寫起來 好啦 我們開始來看這一題喔 來 第一個步驟在哪 找出 AB 第一個步驟做不重要 重要喔 來AB在哪裡 我們這邊上面寫A 下面寫B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第二個步驟要幹嘛 一樣 分開 分開啦 來你講 第二個步驟要幹嘛 分開 所以左邊有沒有複雜的電路 有有有有 要不要帶上的物體 有 帶上電阻 所以我們把複雜的電路分開 所以我們把圖重畫一次 好來 我是已經把圖重畫了 好 AB要不要飆上去 要 一定要飆上去 代測的電阻 好 畫後面 代測電阻幾歐姆 6歐姆 6歐姆 好 下一步驟要幹嘛 再下一個步驟 找轉 RTH 好 找RTH 所以 第一個找RTH RTH就等什麼 RAB 很好 這時候 電壓原藥 電壓原藥 要短路 電流原要 開路 所以請問一下 我現在 AB看進去 總共有幾個電壓原 兩個 所以這兩個電壓原都要做什麼事情 短路 短路 所以我把它短路起來 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時候 看進去 AB看進去的 電阻就多少 來觀察一下 好 有沒有算變臉 有 誰變成 12跟4幹嘛 變臉 再跟3幹嘛 串串 所以12變4 再串3 合理吧 合理 多少 12變4 12 來下面 1加 12是12的幾倍 1倍 12是4的幾倍 3倍 再加3 所以 再加3 所以錢多少 6 合起來是6歐姆 對 好 好 電阻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 第二個要找什麼 電子電壓 好 第二個要找電壓 找什麼 VTH 那VTH 這時候到底什麼 VAB VAB 所以AB 重不重要 重要 要 圖要不要再重畫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然後把圖再重畫一次下 我們圖重畫好了沒有 一樣 要把什麼標上去 AB AB要不要標上去 有 AB把它標上去 所以我要找誰的電壓 VTH等於 VAB 所以A點看到 V點 來觀察一下 有嗎 左邊的迴路 有 3歐姆有沒有電流流過去 有 有嗎 沒有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這邊把它移掉 可以 A 可不可以把它看到這邊來了 對 那B 可以把它移走 B是不是看到這邊來了 那我就用任何的方法 想方設法 找出 A點對 V點 A點 那 用什麼方法 我就用節點 好不好 好 節點有沒有很好用 有 非常好用啊 所以這邊能不能測V 可以 這邊能不能測建定 可以 所以V對D是就A對V了 對 所以 來列放上次 左邊 V 解 正南腹 左邊電流流出去 要怎麼寫 這點對D擠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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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十 先看自然相互負 所以自然負 對 V減 這次在負十四 負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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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 四歐姆 是吧 等於多少 零 好 所以我能不能算這個方程式了 可以 來 你們算一件 左右乘多少 12 12 所以乘12乘12 這邊變多少 V加 14 加 乘12變多少 3 乘進去囉 3V 減 6 6等於 0 1個V 4個V 4個V 等於多少 1過去 8 6 4 4 4 1過去 加6 所以等於多少 負8 所以V等於多少 負2 負2 所以 VAB我已經算出來了 負2 負2 好 RTH 算出來了 VTH 算出來了 最後一步 第三步 是合起來 那 能不能把標準電路畫出來了 標準電路 幾歐姆 標準電路 RTH 幾歐姆 6歐姆 好 RTH 6歐姆 再來 AB要不要標上去 要 AB 把它標上去 好 從A點看到V點的電壓就是什麼 A點看到V點的電壓就是什麼電壓 就是 VTH 所以VTH等於什麼 VAB VTH等於 VAB A點看到V點的電壓就是誰的電壓 VTH 所以現在VAB有算多少 負2 負2 很重要 A點看到V點來看這邊 從A點開始走 往下到V點應該是正來負 負 所以這時候VTH畫 怎麼畫 負在上面 負在上面還是下面 負在上面正在下面 大小 大小 負2 已經方向出來了 現在只要剩下大小而已 2 2伏特 所以VAA看到V VND 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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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沒有 這個步驟很重要 做錯了 畫錯了 就錯了 做了 有不了把我代側的電阻畫回去 代上電阻幾歩 6歩 代上電阻是6歩 所以我一樣可以算我的IL嗎 這裡剛好是兩個電流都是一樣的 所以 RL 怎麼算? 幾伏特? 二伏特 二伏特 可是 觀察一下喔 我現在如果是畫往下的 那實際上的電流咧? 往上 所以我們實際上電流是往上的喔 我實際的電流 這實際的電流是往上的 可以嗎? 所以 RL 剛好跟實際電流會是怎麼樣? 相反 所以等下算出來要再加一個 負號 OK 兩伏特 吹傳 幾歐姆 幾個電阻 這邊有幾個電阻 不要搞錯幾個電阻 兩個電阻喔 這個有兩個電阻喔 所以 6歐姆 加6歐姆 所以出來 兩伏特 所以 12歐姆 6分之1 阿可是 方向 一不一樣 所以 我這個 6分之1要再修正一個方向 變成多少? 負6分之1 負6分之1 這樣有問題 可以嗎? 那 如果同學有興趣 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來算 6歐姆的電流 可以 可以 答案應該會怎麼樣 一樣 正常應該會一樣 那如果說你做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 代表你錯了 那用別的方法來做 你一直做 就一直做啊 做到 比如說你用五個方法 找出最多雜案的來 好那我們 到這邊 如圖所示電路 是求流經電阻0.1歐姆 之電流為多少安培 好來 這個圖 有沒有很複雜 非常複雜 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對 那他這題要求哪里的電流 那個 流過幾歐姆的 0.1歐姆 0.1歐姆的 好來 可以嗎?開始囉 來 第一個 我要做什麼事情 找出 找出 A點 對 B點 所以 我要把誰切出來 哪一個是我要測的 9歐姆 所以我要代測的電阻把它畫出來 這邊是A點 這邊是B點 有沒有問題 所以A點跟B點找出來了 第二件事情要幹嘛 把它分開來 對吧 所以分開來要幹嘛 要不要重畫 所以分開來 然後再重畫 所以我把圖 重畫一次 好來看一下 我的圖有沒有重畫出來 有 那我把我的電阻 先把它放在旁邊 因為再放進去 圖太亂了 好 我已經分開來了 OK 那我的代測的電阻是幾歐姆 0.0歐姆 0.0歐姆 A點對 B點 B點 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 分開來 下一步要幹嘛 再把它合起來 再把它合起來 中間還有兩個步驟 來看一下你的筆記 找出那個 RTH RTH 好 首先第一個 我要找RTH RTH RTH就等什麼 RAP RAP 很好 那這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電壓源 短路 電流源 開路 所以請問一下 這邊有幾個電壓源 兩個電壓源 所以兩個電壓源都要幹嘛 短路 短路圖要做什麼事情 重畫 所以把圖再重畫一次 所以你學基本念學 圖要不要一直重畫 就是一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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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來 請問一下 左邊五匙不特要做什麼事情 來 左邊五匙不特要做什麼事情 電壓源 短路 電壓路 所以準備要短路 好 短路起來 那請問 右邊這個五不特也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也是要短路起來 合理吧 合理吧 接著 AB要不要飄上去 要 為什麼AB要飄上去 因為AB 因為AB 因為AB飄上去我才可以找傳 RTH RTH RTH就是什麼 RAB 所以AB要不要飄上去 要 好 所以AB飄上去 左邊是A 右邊 B 所以想像 RAB 我可不可以去算出來了 可以 觀察一下 有沒有串病臉 有 來 來 串病臉 誰跟誰病 誰跟誰串 五 五跟五 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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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不是啦 五跟四先串 五跟四先串 啊五跟六再串 你來確定 我不知道 來 來,有沒有頭接頭尾接尾的? 誰? 五跟五,有沒有頭接頭? 有沒有尾巴接尾巴? 尾巴是經過這條線接到尾巴 是吧? 四跟六有沒有病臉? 沒有 四跟六有沒有頭接頭? 沒有 頭接頭有沒有? 有 有沒有尾巴經過這條短路線到尾巴? 有 所以有沒有病臉? 有 那這個圖如果不好看的話 我會再重畫一次更好看的 如果說你電路夠熟的話是直接看 那如果不夠熟的話 你就畫出你看得懂的圖 這樣可以嗎? 我把外面這條線把它擠到中間來 把這個V折出來 可以嗎? 可以,那我圖重畫 這邊是五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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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這邊是四奧姆 這邊是六奧姆 來,我剛才說把外面的電線 擠到裡面去嗎? 這圖有沒有改變? 把外面這條線擠進來 有沒有改變? 沒有 然後把這條線拉出來嗎? 沒有改變 是吧? 是 所以A在哪裡? A在左邊 B在右邊 所以RIP 有方法看得比較清楚一點嗎? 非常清楚 所以幾並起? 五變五 再來 四跟六 也是並起來 然後兩個在幹嘛? 所以 五變五 這邊 四變六 再加起來嗎? 合理吧? 所以五變五變多少? 是二分之五 這邊呢? 四拼六 來,上面 是六 乘以四 下面呢? 是六加四 所以十分之幾? 十分之二的四 十分之二的四 那我擴分 二分之五等於十分之幾? 十分之二十五 十分之二十五 加十分之幾? 二的四 所以十分之幾? 十分之四十九 所以我的電阻有沒有算出來了? 有 電阻算出來了 來,寫起來 好,再來 再來 我們剛才電阻是不是算出來了? 我們電阻是經過一番努力把它算出來了 會不會經過一番努力 對嘛 再來下一步要幹嘛? 再經過一番努力 找誰? 找VAB VTH 你要講找VTH VTH等於什麼? VAB 對,下一步要幹嘛? 找VTH 找VTH VTH就找誰? VAB 所以我的土要不要再重畫一次? 要不要? 要 可是這時候我的電壓跟電流要不要再處理過? 要 要 要不要短路跟開路? 要 短路跟開路我怎麼找電壓? 要 找VTH的時候要不要將電壓源短路電流源開路? 不用 所以 VTH等於什麼? VAB 這時候我的圖 分開的圖 複雜的電路要不要再重畫一次? 不用 不用 不用怎麼算? 要 所以複雜的支流電路要不要把它重新畫過來一次? 要 要 可是這時候我的電壓跟電流 要不要把它短路起來? 要 不要 要不要把它短路起來? 不用 因為我是要算電壓 好 那畫過來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標什麼上去? 我這個電路上面有沒有AB?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AB在哪裡? 要標 所以要不要標AB上去? 要 把我的A跟B標上去 左邊是A 右邊是什麼? B 所以我要算什麼東西? VAB 那我這時候就想方設法 把VAB找出來 可以嗎? 所以我的電壓會受幾個東西影響 幾個電壓影響 我實際上它會不會影響? 會 會 它會有回路 那五福特的觀察一下 五福特它有沒有回路? 沒有 可以從正的出去負的回來 負的出去正的回來 來觀察一下右邊這個五福特 有沒有 沒有 所以這時候會不會有回路電流? 不會 上面會不會有電流流過去? 沒有電流流過去代表它有沒有電壓 沒有電壓 沒有電壓 有沒有電流出錯? 這時候它有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 所以這時候I多少? 這時候I累了 OK 好 那我這時候等整個圖喔 整個圖呢 我就可以只要考慮誰就可以了 50 50就可以了 行嗎? 好 因此我把我的圖 再重畫一次 左邊是A 右邊呢 是B 所以我能不能算電壓呢 可以 這邊50福特嘛 可以 這兩個幹嘛 是B 只是做變臉 那我能不能做分壓 可以 可以 好 所以 50福特被幾個電阻分 兩個 所以多幾毫米 24 這個多幾毫米 5毫米 所以上面吃幾福特 25 25 下面呢 25 25 可以接受嗎 好的 同樣道理 4毫米跟6毫米 是跟50毫米並聯 所以4毫米跟6毫米 能不能分我的電壓出來啊 可以 所以4毫米分幾福特 6毫米分幾福特 來 4毫米分幾福特 是給50福特 乘以 6加4分是誰 自己的要別人的 自己的 所以幾福特 4毫米分幾福特 20福特 對吧 欸 有問題 好 正 上面正 下面負 20福特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 6毫米幾福特 正 上面正 下面負 有問題 好 所以5毫米 從哪一點看到哪一點 從A一點看到 來開始走 我們可以走下面的 也可以走上面的 行嗎 我們要走哪裡 我們先走下面好不好 走下面要怎麼走 先看到什麼 正還負 正多少 25 25 再加什麼 往這邊看 看到正還負 所以加多少 負30 對吧 所以出來多少 負5 來我們可不可以往上看 先看到誰 多少 正還負的 負多少 負25 再加長 往這邊看 先看到正還身上負 所以加多少 20 所以兩邊 不管怎麼看 墊壓都如何 往下看 跟往上看 兩邊走 墊壓都會怎麼樣 所以多多少 算出來 我的部業兵多多少 負5 負5 OK 來寫一下 可以嗎 來 最後一步要幹嘛 合起來 所以 我複雜的網路 我複雜的資料網路 複雜的資料網路 有沒有可以把它變成標準電路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標準電路 所以標準電路 是不是一個RTH RTH在哪裡 是RAP 我們剛才算RAP在哪裡 那邊 RAP 10分之49 很好 十分之49 49 是吧 所以 再來 要不要標AB上去 請問要不要標AB上去 所以 AB標上去 那我現在 VTH等於什麼 來 VTH等於什麼 VTH等於 VAB 現在VAB算多少 負5 所以 A點看到B點要起伏探 是負5 所以我的正在哪裡 正在下面 負在上面 所以負正 5伏探 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邊沒問題了之後 最後一步 把誰再放回去 是把我的0.1歐姆放回去 對不對 所以 0.1歐姆把它放回去 所謂0.1歐姆有沒有A點到B點的 有 有 可是 看一下這個圖 來請問一下 實際的電流應該從哪邊流到哪邊 A流到 B流到A 實際的電流是B流到A 對 對 沒錯吧 對 所以 來 IL 這給I 誰流到誰 B流到A 實際的嘛 跟我們剛才 標的電流方向也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我算出來的值 最後我們要再加一個什麼 複號 所以來算一下 它的大小 怎麼算 總電量多少 是5伏探 電阻咧 是10分之 49 0.1的多少 10分之幾 10分之1 所以 10分之1 變多少 10分之5 10分之5 所以幾安培 1安培 所以 1安培是從B點流到A點 0.15 對吧 可是如果說 以題目來說 我的A要怎麼寫 我的A 只要不要 負幾安培 1安培 這樣 有問題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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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